喇叭不留情面 长按整整15秒 女驾驶这才慌慌张张冲出来 一脸尴尬 后方骑士怒火开骂 离去时还讽刺的逼了个赞 因为三线车道只剩两线 加上当时五点多正值下班时间 车流乱糟糟 女驾驶疑似下车买羊肉炉 贪图方便按了故障灯 竟然把后方车流全堵住 事发地点就在台中市工艺路上 知名羊肉炉店前 女驾驶罢停车道 辖区警方说并未接获检举 而该路段有面包店知名面店 及羊肉炉的确围停状况严重 围停车道将开罚六百元到一千二 为了贪图方便违规乱停 引发后方骑士不满 差一点擦枪走火 记者临时新吴彭馨台中报导 他是澎湖浮蓬喜来登酒店推出的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小小一瓢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大干贝 就有很多像是20多种胺基酸 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再加分